前段时间我交往了一个外国男朋友 我们感情挺好的 唯一的问题就是 他在三年之后会回国 而我的父母家人都在中国 所以我肯定不可能跟着他去国外 但是我还是真的很爱他的 我又觉得我们两个人没有未来的感情 现在就是浪费时间 所以说我现在是该继续这段感情呢 还是该放弃呢 所以陈超这是你本人的提案吗 我可以说不是 三年后小龙将回到埃及 谁说三年后小龙要回埃及了 我一直在这里 所以这段感情究竟是应该继续 还是应该放弃呢 各位觉得应该继续的 请亮灯 那其实不继续的人是比较少的 放弃的人是比较少的 那我们就先来听听看 陈超你为什么要放弃 陈超我跟你说 因为这是你平成三年的时间 就是最后是一个没有结果的东西 你不要浪费你这三年的时间 你可以早一点放弃 然后去找一个更适合你的人 但是你还没有尝试 你怎么知道这个没有结果 对啊 做的说的差不多 是什么叫做 但是你就是关注那个没有结果 你也没有关注很爱很爱他吗 不懂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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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不懂爱 你为什么是现在说你现在放弃 三年以后有可能你 有一个不一样的 但是 伊萨回跟他 现在 伊萨你是结构婚的 你是异地恋 你现在说你要放弃 所以你后悔了 是吧 我觉得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到底是 没有没有 对 没有 没有 我告诉你 我自己觉得爱是什么 就是爱就是 喜欢 家 她习惯 对 三年之年 然后 比如说 我告诉你我的 故事 有一次我在拍戏 因为我有时候拍戏 这是我的爱好 拍戏 然后拍戏的时候有一个美女 我很喜欢她 你能不能不要指我 然后 然后我告诉她我很喜欢你 她真的 她真的守不了 这什么情况 我告诉她我不开玩笑 我真的要结婚你 然后她说 好的 如果你想结婚我 两天以内去多儿媳 叫我的爸爸 就是她的媳妇 对 然后我两天以内去多儿媳 叫她的爸爸 可是你看你在那边坚持 你为什么让别人放弃呢 对 你是不是听过了 因为我没有浪费的 我没浪费时间 你的意思是 因为她们要经历过很长时间的一个决定 跟选择的一个时间 而你如果要结婚 立刻就结婚 不要有那所谓的三年的一个时间 什么三年 两天就给搞定 我们在伊朗有一个俗语说什么 四季最好的一个季节就是春天 也就是女孩子有一个黄金时段 你不可能在四十岁的时候 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象 如果一个爱情有也许这两个字的话 没有安全感 那如果没有安全感的话 麻利的分手 赶紧去找另外一个 为什么 因为她如果这个男人不能给你安全感的话 她还是在浪费她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世界这么大 你赶紧的去分手 去找别人 对 对 我想说 赵伯伯说的这个爱就是跟买西红柿一样 这个西红柿不好 对 再换一个 再换一个 就是这个意思 没有 我觉得如果她对方不可能给你保证 他一定保 因为大哥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 没有什么东西是保证的 对 对 因为你不够男人 你没有负责人 所以你要给他负责 如果男的不给你的保证和一个保证的话 他不是男人 不是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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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恋爱的时候 你有没有给过人家承诺说我要把把你娶回家 我跟他说 你有没有说过 我说过 我说过 结果呢 你等一下吧 别急嘛 给我 take it 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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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说了 我说我要赌完博士 我会娶你 然后呢 你给的东西 我没赌完 因为你给谈恋爱最长的时间有多久 四年 所以你浪费了这个女孩的四年的时间 没有没有没有 你结婚了吗 因为当时我们很小 我22岁怎么会结婚呢 我不行哎 我腰不行 腰不行 腰不行 我现在23岁 怎么啦 我怎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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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我是不是 你叫我上 不是 快去月 三岁是哪一年啊 女月 192年 我给你介绍一下 坐在你对面那个欧 今年31岁 经理单人 他就这样 他就这样 他在吓人 你现在看到了妖怪 你们不亮灯的这些人 现在最怕的就是没有安全感 没有保证 对吧 对 哪里有人会给你 你不是在住房间知道吗 但是如果他已经说了 这不是空屋的问题 对啊 你的飞机是 中国都是独生子女 也就是我没有哥也没有姐姐 如果他的父母生病的话 他也没有哥也没有姐姐来保护他 最好的办法 最好的办法把父母都接过去 对 对 因为这三年里面 会发生极其 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民间后间 当后间都有 都肯定会有变化 那 有可能他民间他改变了 所以我不回国了 但是有看 如果我是男孩子 男孩子的角度 我不放弃 但是女孩子 女士的那个角度 对 男孩子 30岁40岁 没有什么印象 可以结合 女孩子 女士 有问题 一个感情 必须要珍惜一下 我知道那个爱情是多么 需要珍惜的一个事情 所以呢 我觉得为 为什么没有 没有那个亮灯 曾经没有爱过 你没有理解悠悠 你知道吗 悠悠为什么要选择坚持的原因 是 连一个跟他坚持的人都没用 别说三年 人家都四年了 只要有一个人 让他等三百年 他都愿意 他活不了那份 借财是爱 两只灯的那批人 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误会 就是他们在说 尤其是这个沐小龙先生 才一直在说 这个爱情 爱情就是一个风险 可能会这样 可能会那样啊 你也不知道啊 什么什么 太感性 你要问我一个问题吗 我当然 我就不让你问 我不问 太感性了 然后感性就是让人穷的 你要 你要理性一点 你要想 那我要赌博三年的青春 对 然后那个最后呢 最后已经说了十有八九是没有在一起的 但是我 那为什么要浪费这几年 我跟你说为什么要浪费 因为如果迪安说 一个月他回去了 我可以说放弃 两个月他回去了 我也可以说放弃 你觉得三年有无限可能 但是三年三年是很长时间 三年有无限可能 你可以接很多东西 急急会发生的 对啊 如果你爱那个人 我跟你说我跟我老婆 认识去年认识的 每一天都很快乐 对 我去年认识的 然后呢 我去年又要回美国 所以我回过之前我跟他说 我一定要跟你结婚的 然后他跟我说 好的 我可以等你 然后我说 你愿意等我多久 他说我等你一辈子都可以 哇 这个女的 如果她有丝毫忧郁的感觉 如果她要考虑的话 就是不够爱 绝对不是真爱的 其实他在这里说的 他纠结的是他的父母 你知道吗 对啊 所以问题在他父母 如果没有父母那个问题 没有你老伴那么重要 如果你妈跟你的老婆 同时掉到水里 你会救谁 小心你妈妈在你后面 上次她问我这个问题 我妈姑两分钟在我后面 你会救谁吗 你回答一下 大叔再问 我一定要接我老婆 我一定要接我老婆 原因呢 妈来了 妈妈 对 因为什么 因为 你的父母跟你在一起现在 有一天 他们会一定会离开你 他们会去世的 你的孩子呢 他们长大了以后 他们一定会离开你 只有你的老伴会陪你一辈子 这是最重要的 对 对 大家 你 你 你觉得这个问题 如果是女的话 如果我是女的话 你是女的呀 别说 你还你 如果我是这个女的的话 我我会选择亮灯 哦 你会坚持 对 因为啊 我觉得人生苦短 你们干嘛给自己 必须性感 不是你们干嘛给自己 设那么多障碍呢 对 而且三年的感情生活 给你增加你的人生履历 对啊 你会变得更丰富更保密 对啊 而且你还可以学一门语言 对啊 你的意思是 就报名那个语言班了是吗 是吗 搞什么不好的呢 安全感是自己给自己的 对 不是别人给自己的好吗 对 而且我觉得男的挺不负责任的 说这个话 哎 他他有点不着调 你说你刚跟人谈恋爱 你就说 好激动 我只能跟自己三年啊 然后我走了 所以其实男的也不靠谱 对 这女的还是分了吧 点个赞 三年以后 点个赞 莎莎 我跟你说 你知道 你知道更不靠谱的人是什么 什么 是刚开始的时候 她根本不告诉你三年这件事 三年这件事 她是一个很诚实的人 对啊 那你什么时候要回埃及 你要一辈子留在中国吗 你敢当着电视观众的面 给陈超这个始络吗 你再说一遍这个 但是你知道吗 有很多的异地恋 或者异国恋的人 他们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会出现一些矛盾 因为观念不一样 生活习惯不同 如果你爱一个人 你肯定可以为了对方改变自己 对啊 所以接下来 各位代表 接下来是剖析你们自己的时间了 各位 你们有过异国恋的经历吗 来 从华波波先说起 你好 你好 她每次啊 让她第一个发言她就不愿意 为什么呢 因为她喜欢压轴 我偏向你第一个发言 我我我我坦过 然后我觉得她特别能闹 你知道吗 就说她饿了 哦 我饿死了 在国外呢 人家真的饿了 在国外不能用死这个词 你知道吗 你要少用一点 然后呢吃好饭了 哦 就是我饱死了 她讲话会这么迷吗 哈哈哈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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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动不动 就是要 撒娇 撒娇 然后老师还跟我说什么呢 我爸紧张 他还多几眼 你这样吧 我紧张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 我不紧张 不是我跟你讲 你你综上所述 这一系列的观点 只能证明你不够爱他 对 你如果爱他怎么做都可爱 很可爱啊 对啊 我爸紧张 还有上海的前女朋友 我上海前女友 她也很可爱 那太多了 你写本书都写不完 我们不小心了 我就随便挑两个书嘛 对不不不 韩国那个在一起才多久啊 三天 没有有两年吧 然后呢上海的写 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呢 哎 我们拿个笔来算一下 来 韩国的几年 哎呦 哎呦 上海的第一个几年 哎呦 飞到国外的那个几年 两年 三年 飞到国外的那个四年 还有上海的几年 两年 就这个两个眼 这加在一块都快二十年了 怎么办 我怎么办 你去上去晃了 所以我就是一国恋比较 比较那个 跟一国恋就是没有什么关系 这是你 人的关系 新版的宣传片当中真的你最胖 对对对 我的肚子有三层 刚刚我在门口看到无数个粉丝 我以为是奔着我来的你知道 然后我很热情的说 哎你好呢 旁边那个女的说胖死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哦 你有过异地恋的故事吗 哦 有有交过一个俄罗斯的哦 哦 有两个人 这样做的名字 然后就跟她拍了一张照 就是我把手抱在她这边 就是这样子吗 对 然后我妈就给我奶奶看 对对对 差不多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我奶奶看到了 就很生气知道吗 就直接直接跟我说 你 你怎么有了女朋友都没有跟我说 然后你什么时候要娶她 哦 高中的 因为在北京 你这样子放手的话 已经是很 邻居一见面就已经结婚了 对 如果你轻的话 轻的是给结婚的来时的 一定生孩子了 轻的就一定要结婚了 一定是我和潘天凯早就要结婚了 我做服装的 所以有模特朋友啊什么啦 我跟他们一起拍照 有时候我的手 会放在他们的腿上面 还是手上面 好色啊 腿上的 那个是艺术 艺术 艺术 我都是可以接受的 就喜欢了 专业 而且我没有 专业 专业的模特儿 对 就是专业 所以有时候被 我很多女朋友都不愿意跟我拍照 很多女生朋友 很多女生朋友会变成模特儿 很自骂 你动手动手 这个建议人是谁 为什么我都偶偶的 守在她的腿上面 这个她会说出来 所以悠悠你也得小心一点 但是我都喜欢了 你是蛮喜欢的吧 没有没有没有 我刚开始有那个反感 但是现在 刚开始 现在腿上都是剪 我不得不接受的那种表情 我们那个 因为这个李悦 她毕竟已经直接就有这样的经历了嘛 所以就直接请问你一下 在异国恋当中 你跟你老婆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美国人其实特别有点 我想其实在床上穿裤子什么的 有时候我就会穿衣服睡觉 这样 然后呢 我跟我老婆结婚之后 她说 她说这个不行 绝对不行 你不能上床的时候穿裤子 这不行 你老婆要干嘛呀 她没干嘛 但是 人事出所对啊 穿到床上来 不是我想问一下 是你的中文不够好 还是什么 她指的是不能穿生活当中 平时出门穿的裤子吧 她就是有自己的规定 就上床给穿上床的衣服 你在不同的椅子上 不同的凳子上 要穿不同的裤子 啊 在我家里有我的沙发的裤子 有我的钢琴凳子的裤子 那你在家里要一直脱了穿 那床上呢 有床上的裤子吗 有 这不都好开心 那你现在就是换来换去 可是我习惯了 我现在有时候我去了别人的家 我就会突然去 脱裤子 自然去脱裤子 开玩笑 开玩笑 这是你为她改变的习惯 那她有为你改变什么习惯吗 不用了 这我 就是 我要为她牺牲我自己 好幸福 换个裤子也没多大牺牲 你看这个就是生活习惯问题 但是她因为有爱 所以她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带着效益 带着效益 温馨地坦然地去接受她 并且呢 把这种生活习惯上的不同 变成一种生活情趣 对吧 真好 可以讲那个 我以前的 毛西哥的女孩的故事吗 你有一个毛西哥 讲一个 怎么认识的 我以前就2012年 就12月31号 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参加了一个 多少 2012年不四年没女朋友了吗 2011年 2011年 这个清清楚楚来看 2012年 92月31号 还记得清清楚楚 还记得清清楚楚 因为我四年没有女朋友 现在 特别渴望那种感情你知道吗 等了都四年了你看 你看你知道这个四年的概念是什么吗 跟欧优惠一样的你知道吗 然后我一下子要了她的那个电话号码 因为她吃个话 去到那个撒里头 然后呢 就买单的时候 我来那个 买单 我来买单 这样拿那个这样的时候 她说 你干嘛 她突然特别生气 你知道吗 就我跟她说 不是我今天我来请客 她说 平行吗 我平行吗 要吃你 是白吃你的饭 她是这样跟我说 然后我这个事情特别惊讶 你知道吗 惊讶的 一般在日本吃饭的时候 肯定要买单 肯定男生来主动的买 但是你为什么在上海 每一次跟我一起不买单呢 而且 原来呢 然后特别客气的说 我说这个 今天吃的饭很开心 但是中国的女孩 就每次吃个饭 然后我来请客 她说 这没有什么反应 一手当了 一手当了 其实今天聊这个话题 有一个人 一直没有讲话 但实际上这个人呢 非常 非常 非常的有发言权 是吗 没有 没有 是谁啊 金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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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跟大家讲点什么呀 没有 我都已经憋了一记多 没有把这个事说出去了 对啊 没有 其实有一段时间了 就是比较低调的在 就是自己的感情这一部分了 是中国人 而且还是杨笔那边的 四川的 对 四川妹子那脾气也是相当 我们恭喜金涵一正式在本节目当中公布恋情 有出现很多很好笑的事情 就是因为文化上的一些国家的一些 因为毕竟父母都已经见了嘛 但是呢我带他去见我的爸爸的干哥哥 爸爸的干哥哥就是大老板 然后他就说你一定要来家里吃饭 但是呢 长辈的家里面都是榻榻米 就就就是全部都是做的 日本的那个榻榻米就是那个传统的 哈哈哈哈 没有就就一定就是 就是日本的 哈哈哈哈 就就一定是那个就是地暖式的那种 就是他当大家都是这样盘做了 你这样 哎 男的就是就是这样正常盘做 女的呢其实就是这样跪着 跪着的时候他的动作就就变这样了 懂我意思吗就是就是脚往外撇 就往外撇但是他的腰是这样子的 就这样吃饭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我我都不通了都不通了 太难受了都吃到脚上去了 就就是他这个腰这个一直卡在这个地方 不舒服 但他不能说 有一点意思 对所以呢 我的那个大妈妈就看出来这个情况之后呢 他就说要不你让他把腿绷直吧 绷直的话那他是不是两只脚就要放到那个桌子桌子下面去 对就从大爸爸的前面推出来了 哈哈哈哈 推到大爸爸的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就这样 然后他就变成了这个姿势吃饭 对对对就两脚绷直吃饭 然后那这样的话其实他也不舒服 也不舒服 也不舒服 就压着胃 然后他说 大哥我胃好疼啊 反正整个饭就是非常难受的 对就是这个也是一个文化差异 就是长妹面前女生是不可以盘坐的 嗯 那我想说一个我刚才 因为我刚才没有说到 但是也可以说是一个提醒 就是给给准备异国恋情的同学们 这是一个真故事 我小时候 我生出来我就是一个小亚洲人 然后我现在就越长越欧洲了 但是生出来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小亚洲人 他眼睛是整的 然后我妈妈就抱我 双眼皮都贴了 双眼皮都贴了 真的哦 一家一人会吃的 那你继续小亚洲人 小亚洲我妈就抱我生出来 然后从医院就抱我抱回家 那我爸他之前已经解过婚一次 有几个孩子 所以比较有经验 然后就看我的样子 什么样子最好 就是对 有孩子的经验 我妈比较年轻 然后带孩子 然后帮我叫一个孩子 然后我爸就看我 然后说跟我妈说 他鼻子有问题 我觉得你带他回去看一些 然后带我去医院 然后我妈就很担心 他没有什么经验 然后他说鼻子有问题 好 那我就带回去 然后带我去医院 然后那个医生就看我说 没有啊 他就是有亚洲人的鼻子 就是很麻烦 但我爸习惯了 就是看到就是 就是优太人的一个很高的鼻子 就觉得你 我还是你没有病 对 所以你后来就做了鼻子 对 鼻子 那眼睛 我的鼻子 杨迪你的鼻子就是典型的 我就是亚洲人的脸 你不要 你不要 堂堂正正的 你能不能为了我们亚洲真脸 不是啊 你哪做的呀 我也不告诉你 各位 是时候展示你们个人的吸引力了 有的时候呢 吸引力比脸其实更重要的 所以你们觉得自己 哪里最有魅力 哪里最吸引人呢 我呢 吸 OK 这样呢 手音 Open 我记得有一次 有一次呢 我在马路上 然后呢 看到一个 一个姐女 两个人 然后呢 她们在呢 一个女孩最得要跟我拍照 就过来说 好帅呀 好帅呀 我告诉那个女孩说 其实这个衣服不是买的 是我自己做的 她说你自己做的 我说对啊 我自己加画的 然后呢 定做了 然后她说 老婆你看 你看人的书 你看人的身材 你看人自己做的衣服 你看人的胸 因为是这样的 因为我都是Open嘛 你那天开得很大 对 因为我家有一个Open 然后能看到孙剧别 我她说你看人家的身材书 你看嘛 你能做什么 然后她的老公就非常非常兴趣的样子 然后把手机 摔掉地上 真的是 真的 把手机摔了 我说啊 我说不行 我 我啊 我得先 我得先走几步 因为我 你还走几步 你当时是这样 啊 哈哈哈哈 不是 是这样 啊 对 我离开 所以呢 通过这个故事呢 因为我喜欢Open的嘛 所以呢 上次 我转一个话题啊 上次呢 上次呢 我们录节目的时候呢 就 嗯 有一 我们其中就是一位帅哥 嗯 送了我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非常喜欢很酷的 然后呢 今天呢 我为什么没有穿呢 我自己洗几台衣服呢 是因为我给他洗几台衣服呢 哦 希望呢 他今天能 就是在 他穿了吗 他还没穿呢 在下了 啊 又在穿吗 你想送给谁 直接走到他的身边去 不会是我吧 能是你吗 哈哈哈哈 别怕 我不信你 你绕远了吧 从哪啊 哎呀嘿 然后又找前面后了 哦 哦 耶 你上次说话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墨镜 而且这个墨镜 真的 非常非常威慌 非常非常威慌 非常威慌 非常威慌 你跟他干什么 你给大家看吧 你要做一个外套 啊 真爱啊 不错啊 比他身上那件好看 哦 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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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谢谢你这个 这个 这个 我突然发现 他真的有设计哦 对啊 因为他那个扣子是斜的 他这样显脖 对 扣子是斜的这边 哎呦嘿 哦 好看的 谢谢 耶 多多身上这个open的潜质 open的力量是很大的 让我们感受到了 谢谢 他非常的有魅力 来接下来那个田圆浩 进口 三个脸以后 带色的不都是这种句话 各位 这是一个多么 聪白的理由啊 那就让我们当什么了 我的 我的意思是因为我觉得 一个人跟我 谈恋爱 可以跟全世界谈恋爱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我许多 等一下我会喜欢这样 然后我会觉得多新奇啊 可能跟我谈一年 是一个英国人 后来他们觉得 英国人烦了我想换 我说哎好那你现在 要什么样子呢 也就是说 只要他的女朋友跟他说 田浩我今天想跟个日本人谈恋爱 然后田浩就 阿里阿东 哈哈哈哈 他的声音真的一秒钟 吸引人的地方 其实我没有什么太刻意去让人家去 你不要你不要吸引你已经有女朋友了 对 对啊好那那这么讲的话 那我就我就讲关于我跟他的是怎么认识 而互相吸引就是因为 呃可能也是因为 社交软件的原因吧 就是要被开头的网友网友 然后是通过那个instagram 可能就是互相看到哎呦我觉得他穿品不错 然后他觉得我穿品也不错 然后互相就你们俩都觉得对方挺会穿衣服的 对这个是一个一个最先的一个吸引人的一个一点 那后来之后就发现就是说哎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朋友 有共同的朋友然后就他就来到北京 那个是才是真正跟他见的第一次 你们是网友哎 对应该算是网友 但是我跟你说第一次见面是特别尴尬的事情 你知道就是跟他 你的我把你说 不是 我不就觉得 就比方说我我跟他从远处过来了 来了来了我来了 没有 那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知道吗 什么 你比我想象的很高啊 好好好 他觉得你比他想象的要高 他以为我可能一米七 其实你是 一米八 你有一米八 哥 真高写电话 真高写个问题 一米八 这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啊 你没有骗我们吗 对 信实是 宝贝 真的吗你1米8真的吗 你1米8 真的吗你1米8 真的吗你1米8 你这双鞋就有一米 我跟你说没有电东线 没有电东线 就有两厘米了吧 我1米7 你1米7吗 我早上我都不不抖这个包包 哈哈哈 金凯亦这个是什么呀 哇 有吗 为什么我计算有没有 本来是我的对不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好好来 好你先走了回去坐 我们是人吗 哈哈哈哈身高是 所以他真的有1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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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我觉得首先那个金凯亦的那个身高 不要跟我讲身高 其实我身高不是重要 房间我身高是1米93 哈哈哈哈 好接下来哦 就是有一次最深刻的 被人家叫这个名字的是 在旧金山我上研究研究所的时候 我是自己一边上班一边上学 然后是自己付钱租房子了嘛 所以那个环境不太好 所以有一个晚上我走路回家的时候 嗯 有一辆车慢慢的就是从我后面开开到我旁边来了 然后 就差不多跟这个感觉有点像 不是 就是那个车后慢慢的下来了 然后 那里面的大叔就说 你好你好 Hey baby face 要不跟我回去 今天晚上想陪我吗 完了完了完了 以为他是把你当女生了吗 对 你穿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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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当时穿的比较夸张 你是穿的 没有什么开放的 我不开放的 最近那蛮冷的 但是我们这正好准备了你那个时候的照片 不 我们就 好想看哦 我们看了这个照片以后 对这个故事的可信性又产生了怀疑 打开啊 我先给你一个人看一下 你要做出很真实的反应 我这样不笑 我这样不笑 你就正常 如果你想笑你就笑 不想笑你就不笑 好不好 好 来吧 拿着大人 哈哈哈哈 不是 他说 他人在哪呢 他说 我没站在脸 我为什么要铺垫这么长的时间 因为真的很好笑 来 这是哪一年啊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照片 来 三 二 一 沙马托 沙马托 这个不是越南那个 沙马托 那你不得不承认 他在喝了琵琶之后 现在真的很年轻 谁能看得出来 他今年已经31岁了 就皮肤卡的擦死 早上就跟他皮肤卡的擦死 就皮肤卡的擦死 但是小龙你你多大来着 我爸爸脸27跟花伯伯一样 你看你们俩放在 你们俩把脸凑在一起 我们看一下 中间那个30一旁边两个27 就是小朋友 我看到两个 就是我呢 我觉得happy 性格好 别人怎么说我我也不会不开心 真的 我的英文名 一个人的性格很重要 我觉得现在呢 健康快乐开心最重要 对吧 阿玛托和你拿那个 就是说我们要门课 不要老紧 我突然发现这个环节好尴尬 就从那到底自己拿个牌子 这么吹字 哎呦 其实我蛮欣赏这个花伯伯 要是那个我妹妹 嫁给她的话 我蛮愿意的 但是我不太赞同 让她那个花伯伯交往 这个就不同意 结婚可以 结婚可以 玩的不行 玩不了我妹 但我能保证她 我太乐 不能玩我妹 我的意思就是结婚可以 结婚可以 但是不能谈恋爱 想去谈恋爱的过程 直接结婚 我霍天去日本跟你结婚 像他一样 跟我结婚 不是跟你妹妹 还有谁呢 全都都可以吗 就是全都都还 这我就完全听不懂她 她在说什么 沐晓龙可以吗 就是沐晓龙的话 都不可以啊 都不可以有点多 你是真的有个妹妹 很重还有肚子 还有肚子 这就是她 就是她的幽默感 有点奇怪怪 她的幽默感 我想玩 你说谁也可以 田仁浩可以吗 田仁浩不可以 田仁浩浩 腰不好 腰不好 太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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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谁都看不上 长生如父 所以她真的很关爱自己的妹妹 然后在我们节目当中 也经常长到自己的妹妹 并且刚刚我们问她的过程当中 她几乎为了妹妹 把所有人全部都得罪了一遍 就论我一个妹妹 房间大家都比我矮 可以 本节目做出了一个决定 怎样 特意邀请到了她的妹妹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我们一起欢迎到的是 悠悠的妹妹 尤里欢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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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哥哥带走 哥哥带走 让开 这是我的儿子小波波 你愿意做他妈吗 有请尤里到这边来吧 可爱 尤里先来跟我们电视之前的观众朋友 来打个招呼好吗 在那边自己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尤里悠悠的妹妹 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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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哪里住在北京 住在北京 他住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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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就你会啊 天昊麻烦你帮我问一下她 她有看过我们的节目吗 这个节目有见过吗 有 那你们在北京 谁最喜欢的呢 我这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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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这位呢 让他翻译呢 因为我怕你翻译的用心 我叫阿里克 阿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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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英国 我只是翻译 他是做家 他就是做家 工作是什么 工作是设计的 设计的 设计的 又一个 这个我没听过 也是 设计毛衣 那这个是设计 然后这个是 open designer 对 是 open up 你之前看节目的时候 有没有对谁留下一些印象 可以评价下他吗 我现在看过这个 他翻译得对吗 发音有一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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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大半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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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想看 他妹跟他一起做 comani 我是 他在那里做 他说他说 不用不用不用 这样一声音 一声音 他们一起 一起 一二三 comani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尤里 谢谢 谢谢 其实就能看出各个女生 各个国家的女生性格上的一些不同 来问一下大家谈恋爱的时候 你们国家的女生 就是有哪些不同的一个特点吗 逃嫌那个是真的肯定会的 就是那种情绪爆发那种 就是比方说看见你 要是你要不怎么回答 老兵拿着那样动手 其实说实话真正撒娇 就干嘛啊 其实这个人国家真的不撒娇 雨晓晓你跟她演一个吗 东东 我想去打击 你干嘛啊我们换别的啊 为什么 因为她只多胖了 要不换这个都好 因为她胖了 对啊 为什么我觉得我在模仿她 哎呀 哎呀你们两个到底点什么呀 嗯 这样 半天点不完 来 再来问一下沐小龙 你觉得谈恋爱的时候 你们国家女生有什么特点 嗯 不说谈恋爱吧 就是说说结婚之后 就是埃及女人就是 平时我们结婚之前 会送很多的黄金对不对 对 就是你有困难的时候 马上把这个黄金都给你 就是我我今生发生的 就是我爸爸 他之前就是把钱给另一个人 帮他投资 这个人 跑了 消失了 没有了 但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妈妈就出来 把那个盒子拿过来 开 全部都是黄金 拿去吧 解决问题 然后呢 当我大概 九岁的时候吧 我爸爸卖了更多的黄金 换给他 所以我觉得很有爱的一个画面 妈妈也在投资 妈妈也在投资 妈妈心机没有你那么多 我妈其实也有 曾经有过这个画面 但真的到了那个黄金的店 马上要卖掉的时候 我妈还是不服你 你妈又来了 你真是吓我 我觉得 美国的女生 就是简直太开放了 我觉得太开放了 太开放了 开放了 开放就好了 别别别了 你憋得越憋越难受 他保守也能找到 所以你是很宣扬一种 就是稍微传统一点的 复古一点的观念 对吗 我觉得现在传统还是酷 我特别觉得那个 婚前的任何性行为是不好的 对不起 好多地方都会这么认为 可是我觉得 在美国在西方的这个影响下 很多国家就改变了 我觉得中国女生 还是算是比较传统的那种类型 定义当中是比较传统的类型 所以今天就给大家一点空间跟时间 来说一下 有没有交过中国女朋友 然后你觉得 跟中国女朋友谈恋爱的时候 跟别的国家的女生谈恋爱 她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区别在哪里 又有你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 没有没有 因为这个差别太大了 中国的女生 他们特别会关心那个对方 就那个男朋友 就比如说我要是那个感冒了 他们肯定说 宝宝你感冒了 那我送你那个感冒药 还有那个带一个那个水过去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不好理解 为什么 为什么这很正常 就要是那个男朋友感冒了 女女生不会送药的 因为要是那个女朋友送来了 那来来来找我送那个药的话 我怕那个把那个对 我就觉得这样的话 日本 我感冒了你好了再给我打电话 所以 女朋友感冒了 你会给她送药吗 肯定不会啊 你也怕她穿着药 我也我不想 我也不想被那个床 床狼 我觉得中国女生很 很管男朋友 对 比如说 就是给她打个电话 男朋友不接 然后又给她打个电话 又给她打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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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不接 可能过一会儿 你有100个未接电话 可能是这样子 大家跟Tim是不可能的 有一次我们想一起去吃火锅 结果 结果金海姨的那个心情好好的 但是突然发现她心情不好破 这个脾气出来的不得了哦 真的 那后来我发现她一直走来走去 一直走来 像老爷爷也一起走来走去 走来走 发现她女朋友不接电话 你知道吗 她就非常的不开心 非常管 来金海姨评价一下中国女生 很好 两个段 有多好 太好啊 开始发抖了 你怎么这么怂啊 江姨这些年日子也不太好过是吗 不不不很幸福 你怎么这么怂啊 我们四川女孩儿怎么了 说吧 我们四川孩子怎么了 没关系金海姨 对她一说了晚上没地方睡 你知道吗 没有其实大概讲的也是差不多 好 接下来时间 今天让我们掌声有请到的就是 我真的没来 你把这个面儿弄着 丢成翻轨了 你把这个面儿弄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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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胆子很小 胆子很小 真的吓到 如果真的吓到我真的 如果真的吓到我真的会吓到 因为真的这个画面很吓人 接下来我们来开始进行我们的投票 各位异国恋 因为文化差异 希望你为对方改变成他小样的样子 你是支持还是不支持呢 如果同意支持的话 请亮灯 木耍龙你会改变吗 怎么说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 本身有问题 怎么有什么问题 怎么说 你一旦接受了那个异国恋爱的话 那你就一定有心理准备 你肯定会改变 我说的改变你不是刻意的 而且你不知不觉会改变 你每天都接触的人 他做的事情跟你从小的时候 长大做的事情都不一样 你能不改变吗 对 你能不改变吗 能啊 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异国恋友的时候 就是因为你们两个人不一样 所以你们才会觉得好玩 才会觉得有趣 一开始小龙的话 他会很愿意 好啊 我就爱你 我只要为你而改变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他会不知不觉的反感这个女的 他会觉得我失去了很多自我 我失去了很多 我自己喜欢的样子 喜欢的东西为了你 我不会去刻意去 我说我为你做这个 我为你做那个 我不是这样的人 反而我会做我的事情 他做他的事情 然后我会等等 时间会磨合 时间会告诉 就让你们时间到磨合 弄出一个新的磨板 你知道吗 我觉得人是通过镜子 可以知道自己身上的不足 而我呢 通过我的女朋友 我可以知道 我身上的不足 他会跟我说话 你这个点不好 假如说你抽烟 我也不会抽烟 你这个点不好 你能不能在家里不要抽烟 如果我爱他 我会为了这件事情去改变他 再说一个 这个就是有弹性 有弹性 所以他可以随行 随便 就是他如果你不适应对方的话 他马上可以 但是这个呢 他这个没有弹性 没有弹性 如果他想改变自己的话 他会断掉 所以我觉得人要像他一样 他要有他有一个弹性 有一个 那如果你的女朋友觉得你话多呢 我话多我可以减小呀 我可以吃药啊 你吃什么药 哑药吗 你吃什么药不说话 你就拉链 你知道吗 你刚才说的例子 哎你好 比如说抽烟的这个事 是让步不是改变 比如说他跟你说 你别抽烟 那改变就是你不要抽烟的 让步是什么 你刚才说的很清楚 就是你去外边抽烟 不太 不就好 不错了呀 那就是改变 但是你改变的时候 不是你自己的 因为你已经改变了你的习惯 你是你自己吗 所以我在 因为我爱他 我会去改变自己 我听你说 你好 就是在爱情里面 这个事情 改不改变 就是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因为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 爱情就需要三个事情来做 互相识练 互相包容 互相理解 你不能说 你不能说我是你的最佳 然后因为我连你拐 然后我不改 你凭什么不改啊 只是你在爱情里面 你不能先把自己的优点展示出来 最好是你先告诉对象 你的所有的缺点 你的优点它慢慢会发生 如果他开始能包容你的缺点 那有点出来的时候 那更完美 说得太好了 其实我觉得你 就一开始跟人家在谈恋爱的时候 他喜欢上的人就是你 那干嘛你开始谈恋爱之后 他觉得想改变你 对 就是这个意思 第二 你当你自己的人 是你对你自己的一种尊重 对我来说 我是通过这22年发展过来的这个人 但是有问题的时候 我不愿意一下子把它改变 因为性格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你不喜欢这个人 你就跟他分了 你干嘛要他改 我想讲一点 就是你知道吗 很多人在提改变 比如说小龙在提改变 花波在提改变 可是问题是 你知道改变 到底应该变什么呢 就有些时候 比如说 我觉得对方应该为我改变 但是我自己什么都不需要变 你懂这个意思吗 当然 就是你们可能觉得说 对 他应该改变 他为什么不应该改变呢 但是如果换到你自己身上 你就发现 这才是我呀 这才是我呀 对呀 你就必须为我改变 因为我这样是对的呀 我觉得如果他然后改变 我全个我自己的那个特色 我觉得就是 他不是真的爱我 他可能就喜欢我的外表 或者我长得高 或者我长得红线头发 或者他长得帅 但是 你发生了发够了吗 要趁机会的 所以我觉得 改变就是从你自己开始 如果我要改变 我会自己改变 但是如果你说 你必须要得改变 你必须要得减肥 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藏分 你跟他 他带的时间越长 他的习惯会变成你的习惯 你的习惯会变成了他的习惯 所以我们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必须作为一个定义 小的变化还是大的变化 小的变化可以作为一个让步 但是大的变化 我觉得东西来说不能改变 嘴上说不改变的人 实际上其实都在默默地改变 对啊 对啊 然后呢嘴上说改变的人 可能一点改变都没有 是的吗 对吧 对所以其实 有的时候这个问题 说不清楚 很多时候也是心口不一的 但今天通过这个辩论 我们真的是看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一床背后 两种文化 的确有的时候 存在着特别多的差异与冲突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大家能做的事情 我觉得就是 理解 沟通 融合 爱情本身这件事情 是没有国界的 不管你是一国恋 一地恋 只要双方 好好地去经营的话 我相信一定能够体会到 爱情的美好 最后用一句话 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叫做 愿全球有情人忠诚眷属 说得好 感谢各位收看 本期《湖北卫视新缘》 非正式会谈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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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